我們看到那些報導的分析 都是站在美國的角度看 100%不會有軍事行動 可是顯然普丁想的跟你不一樣 我覺得最殘忍的是這個啦 蔡總統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只要能夠堅持一段時間 國際盟友就回來幫忙 但如果這一次的烏克蘭 都沒有國際盟友幫忙 只是在外面講說 我要跟你銀行制裁 金字制裁的話 等到台灣跟中國大陸發生 金字通行的那一個 那那個時候國際 如果都跟今日一樣 只在外面喊 都不下手幫忙的話 我們跟中國大陸 真的打下去的中國會是什麼 前美國總統川普 好 川普說話了 他說普丁習近平像雙胞胎啦 那麼烏克蘭之後 下一個就會輪到台灣 所以我接下來要請教亮哥 烏克蘭啟示錄 我覺得這個是川普在笑拜登啦 就是說就是因為你太無能了 俄羅斯才敢打烏克蘭 他事實上 他就覺得這個事情 拜登根本就沒有作為 比如說你一開始就說 無人偵察機剛好離開基服 趕快走 就他連無人偵察機都被怕被二軍打下來 變成中美的直接衝突 美俄的直接衝突嘛 他要避開避戰 就是他怕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那他那個時候不是要撤僑嗎 那拜登也說我們不能進去太平進去救 對 因為會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戰對不對 那你的態度都是這樣 那川普就覺得你就是毫無作為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沒錯啦 就是美國當然有得到相對的一些好處 比如說油啊糧食啊多慢一點 那歐元貶值美元升值 這相對都是好處啦 然後北約他重獲主導權 可是有一個傷害是非常明顯 就美國對烏克蘭這種國家的威信 就你的信用何在 所以聯動人家也會講台灣嘛 所以這個川普現在就會在說你嘛 說你這樣美國還有信用嗎 對 就是這個意思嘛 我覺得他提台灣倒不是認為 台灣真的會有危險 因為台灣沒有折倫斯基嘛 其實民進黨你說小英嘛 小英還是蠻穩健的啊 本來有人修憲要修那個領土範圍啊 那柯建民不是叫他退了 所以民進黨至少沒有出現折倫斯基 這樣的人當國家領導人啊 這是一點啦 就是你沒有踩紅線啊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我也不認為中國大陸 最近有這種意圖啦 這個 所以這個是隨便舉例啦 就是台灣要小心啊 我覺得他是在笑拜登啦 拜登 說你這個 你把美國的威信置於何地啦 那未來你要怎麼領導這個世界 我覺得他的意思應該是在這裡啦 好 可是你知道呢 台灣民眾都很關注啊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 剛出爐的網路溫度計的調查 其實這一個月來你會發現呢 關於這個烏克蘭危機的一些網路聲量 都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在23號這一天 蔡英文總統發文 針對烏克蘭的這個危機事件呢 提出了4點指示 當聲量最高有13000多比 那事實上呢 在這個調查裡面其實還有帶到說 很多網友都認為台灣和烏克蘭的情況是相似的 很擔憂台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所以才會在1月26號的時候掀起了台烏命運共同體的話題 那我剛剛請教亮哥說這個烏克蘭啟示錄給我們什麼 其實尾案就是你小國弄大國 然後大國呢 其實之前一直說會支持你支持你 但在關鍵時刻的時候通通離你而去 你就會發現他這些支持全部都是空虛的 都是空投的啊 不是嗎 你相信是承諾 以小是大以智 以大是小以人 如果大不仁小不智 那就是影響毀滅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你先承認一件事 烏克蘭看起來土地也不小啊 對 可是它軍事上跟俄羅斯一比是小的 同樣的現在兩岸的關係是這樣嘛 我補充剛剛亮哥講那一題啦 亮哥當然他是有認為說 台海應該沒有那麼緊張 但我精確的跟大家報告那個 川普他接受一個媒體訪問的時候是 他講說你看烏克蘭這樣子 那之前不是說北京東上之後會有軍事行動嗎 你看那裡有 台海也會有 下一個就是台海 那台東跟他確認說你的意思是 中國大陸會打台灣嗎 他有問這一句哦 那川普講說一定的嘛 一定打的啊 他說現在奧運會已經結束了 TikTok 已經在計算了 所以川普 川普是不是有辦法掌握到台海情緒 出師無名啊 台灣又沒惹他 你看那可是亮哥我現在就要講了嘛 我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之前那麼多專家 都說百分之百烏克蘭是不會 不會被入侵的 現在不但入侵 還打到基輔去了 OK好 所以這個判斷是不會 那我現在只是還原川普的說法啦 川普他的說法是說一定會 然後呢 早就習近平早就想這麼做了 可是他有補一句就是剛剛亮哥講的 他只要彰顯我比較厲害啦 如果我當總統的話呢 就不會有烏克蘭跟台灣的事情了啦 他一直講這個嘛 但是他確實是有講說 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之後 下一個就是台灣 這確實川普是有這樣講的 這點要跟大家講一組 那當然一公為 我當時 川普就是在講說 老瓜做總統 你看完台灣都沒事了 可是現在就不是他當總統嘛 所以你要說川普有沒有預測 下一個就是台海戰爭 是有 但是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要很害怕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但是也不能太放鬆 因為你怎麼知道 明明看起來這麼做下去以後 會面對全世界的制裁 可是普丁還是做啦 而且我剛剛為什麼特別把那個 而且我們在國際上獲得的澳元 肯定不如烏克蘭吧 我們在國際上的澳元 會不會獲得烏克蘭這一點 因為你的講法 這個總統府發言人 等一下就會發出 新稿否認 馬借會的看法 我們台灣怎麼可以跟烏克蘭比 我們太重要了 我們台積電我們晶片 總統府是認為 不能比您是因為他認為台灣 我們總統府認為台灣 比烏克蘭更重要 可是剛剛委員告訴你 我們台灣14個邦交國 烏克蘭100多個 188 邦交國那些爪都打在旁邊 我們這邦交國 那最近電話都打不通了 其實是一樣的嘛 人情義力 平常好的時候 到剛剛考上狀元的時候 對不對 大家都來給你這個井上添花 一旦缺錢卡定位 喂喂 人家都不通 聽不懂 他不要幫你了嘛 就是沒有辦法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的朋友就會離開 現在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之前講成這樣 你也都說你收到普丁密令 就那四個步驟 我今天不厭其反的 第一次再跟大家報告 先進行飛彈攻擊 再進行戰鬥機 跟這個轟炸機的轟炸 然後地面部隊進去以後 48小時之內 他應該是說 部隊一進去開進去 48小時兩天 就要把基辅給包圍以後拿下來 那你都知道時間這麼短 那你現在事情發生以後 你幹嘛 你照料料啊 你美國裡面的這些 包含你的軍事 你全部都撤出去啊 所以你知道說 可能發生狀況 這是普丁講的嘛 對不起 這是拜登講的嘛 哦 要打要打了 我們有掌握情資 然後你知道要打了以後 美國的下一步是什麼 沒有 就是看著你被打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烏克蘭是傻傻的跟你 有什麼好講的 就靠自己 所以烏克蘭人有沒有在 昨天以前誤判呢 第一個俄羅斯不敢動 第二個俄羅斯不敢動 原因是因為 俄羅斯一動以後 很多國家都會幫忙 所以誤判了嘛 那你今天倒回來看 我們的態度就是 剛剛千萬在問台積電那一題 今天現在是有結論 因為看報紙寫說 蔡總統要求清點 可是他並沒有下令就是 以這種相關的晶片產品 去制裁俄羅斯 他好像沒有到這種程度嘛 對不對亮哥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那到時候 我們才剛剛要去制裁 美國又跑去跟普丁又和談了 那個昨天鄭文森沒有確認 沒有確認是不是 沒有確認 就是只是說要清點而已嘛 這只是這個說法 就說好像說我們 偶爾會準備一下而已 事實上美國說什麼 晶片抵制俄羅斯 美國白宮跟商務部也沒有確認 對啊 所以這些事情 甚至是一個官員的放話 這 那就更弱了 而且你晶片抵制俄羅斯也說不通 因為俄羅斯又沒有在製造手機 所以高階晶片他沒有在用 那你如果是抵制他的科技產品 或者什麼海上的一些用品 那中國跟韓國還是可以賣給他 就他沒有那麼高階啦 所以他還是可以找到替代來源 嗯 維翰 對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大概是這樣啦 對啊 就是看看烏克蘭這個狀況 其實我說實在的 我本來也都是看到很多相關認為說 不可能會有軍事行動的報導 也被那個軍事行動 不會有軍事行動報導的那個 那樣內容給說服 可是我從一直覺得說 難道不會有意外嗎 就普丁就是要弄 但後來我發現說 我們看到那些報導的分析都是站在美國的角度看 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不會有這個機率 百分之百的那個那個分析都出來 百分之百不會有軍事行動 可是顯然普丁想的跟你不一樣 而且顯然在當地 就像我們本來台灣的民眾也 對 根本不知道烏東有兩個獨立共和國這件事情 大家對那個地方的了解其實比較少 好那但是我們也不用了解更多了 我們現在只要看事情發展就好了 但是倒可以倒回來看就是說 我們在檢視美中台制的關係的時候 可能要再更謹慎一點 不要太樂觀的預期 最壞的狀況是 美國信誓旦旦幫我們 而且中國大陸也根本不出兵 但是最壞狀況是 他們中國大陸真的真的在2027 或2022幾預期的那一天 他後來真的動武了 然後我們的軍力無法對抗 然後美國跟日本就在旁邊看 有沒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所以要先做好最壞的打算 其實都沒有人要幫你 即使你在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 民眾都沒有要去放棄抵抗的情況下 你還要繼續進行這個軍事的行動 我覺得最殘忍的是這個 蔡總統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只要能夠堅持一段時間 國際盟友就會來幫忙 但如果這一次的烏克蘭 都沒有國際盟友幫忙 只是在外面講說 我要給你銀行制裁經濟制裁 那你要注意 等到台灣跟中國大陸發生軍事衝突的那一天 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 那那個時候國際如果都跟今日一樣 只在外面喊 都不下手幫忙的話 我們跟中國大陸真的打下去的結果會是什麼 那就用軍事上的那些實際的武器 跟你的防衛能力去做場上見真章 教練習慣了 他們不決定 現在一天 致上的衝突 美味我們不快 為了 背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